其实今年上半年 万科的业绩亏损98.5亿 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亏损 其实管理层对此是深胆愧疚 我们知道其实业绩是关乎到 股东的信任和期待 那么管理层将化压力为动力 以一览方案为路线图 全力以赴 克服困难 推动公司尽快地度过 当前阶段性的风险 实现瘦身健体 重新回到健康发展的轨道上来 以实际行动重新赢得股东的信任 好 那么再次对这次业绩的亏损 表示深深的歉意 我们也会诚恳地接受 各位投资者和媒体朋友的批评和质疑 也非常感谢各位对公司一如既往的关注